病患疾满醫院休息區也坐滿掉點滴患者 大陸確診數急速飆升 四川超過70萬人的調查發現 當地整體感染率已破八成 高峰期應該已經過了 現在正處於防重症及降低死亡率的關鍵時期 昆山和無疆的胎傷更用慘烈來形容這波疫情 直指很難找到沒有羊的人 有些人30年來感冒都很少 卻在這波疫情中幾乎去了半條命 工廠停滯被迫12月中 就讓外地打工人放假返鄉 台幹也提早回台過年 大陸1月8號截出邊境關之後 各國擔心大陸旅客出國會散播病毒 至少15國已寄出邊境防疫令 最新跟進的包括卡達宣布 所有從大陸入境的旅客 需持48小時PCR陰性證明 比利時還將對所有自大陸的班機 進行廢水檢測 對此美國防疫專家認為 現在地球任何地方也有大量的人感染 同樣有可能出現新變種 因此針對大陸旅客入境限制毫無意義 現在最重要的是挽救性命 要把mRNA疫苗送進大陸 記者李清 洆湞報道